我看到你們其實這一陣子你們在忙些什麼事情來跟我們演 你說一說聊一聊好不好 我們都有在練舞科技力啊 然後在空檔中我們有時候也會演 然後有時候我也會跟姐姐一起編曲 對 要活著然後把裡面歌詞改掉 然後自己寫 然後就可以編繫一首 然後我們表演戲主持 主持就是在YoyoTV跟香蕉的主持的料理天圈 那主持在裡面的同時我們還可以學到同仁 那才藝就是烏克利益 那在這兩年我們有好好的操持自己 然後兩年後放片就可以把我們最好的表現呈現給大家 我們在這裡的小朋友很開心的大陶姐姐來掌聲鼓勵鼓勵好不好 對 兩年非常的努力 然後也學習到好多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就是要帶給所有支持你們的大根哥大姐姐對不對 今天也有兩位姐姐要來替你們加油打氣一下下 在之前他們是台灣少女團體 對於你們來說是前輩的 但是當時我們看到他們出現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年輕 剛出道的時候他們平均年齡只有14歲 但是提出你們出道的時候更厲害 我是8歲 平均年齡7歲了8歲 真的很厲害喔 很久沒有同台了 讓我們歡迎Sweetie來到現場 好尷尬喔 在他們面前我們還要講我們是少女團體嗎 應該是 還是你講一下喔 好久沒在打招呼 我們來反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們是Sweetie 我是爺爺 我是喬喬 大家好 真的是跟他們同台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老了耶 而且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像巨人 有被追上去的感覺喔 完全是 好像有點大隻耶 太大隻了我們 而且我剛剛聽到一個事情我也不開心喔 什麼 聽說你們破了我們的紀錄是吧 對 上這個該是意思是 對呀 就 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剛剛我們現在 喔 年輕人很會說話 是嗎 是嗎 你們還是很年輕 而且都長得很小耶 而且你們真的很厲害 好會說話喔 所以你看我們兩個大小姐嘴巴那麼甜 手上的禮物是不是要動給他們 是有特別的涵義的意義對不對 有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個臉書上面 就有看到大小姐一起來 對我在那裡有一個問題啊 對啊 有的而且喜歡嗎 是被公司逼的 有 真的有情趣 對啊 你看他們兩個多幾個解釋 真的喜歡嗎 什麼公司 不是 他們真的都很厲害 是現在就有在拍戲了對不對 有 然後我們有拍很多東西 而且我們兩個也有一起演啊 這樣 帶齊什麼 對大小姐 真的假的 我們那時候演習也才十四十五歲才開始耶 到底是哪家公司逼你們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要一起拍戲了 沒有啦 是喜歡嗎 都喜歡嗎 對 好啦 今天工作的運動是要送給大小姐 希望他們有更多對於音樂上面的啟發 之後呢 可以又彈又唱 然後在更多的節目當中就表演 對 對 真的我覺得現在要講認真的 因為我們是十四歲出道嘛 那我們知道有多少的 比如說學業的壓力啊 或者是我們很多自己的休閒時間 都會被工作人 不只 因為我覺得這麼年輕 就開始青百年 用很多很多人的心情 真的 是不是不瞭解 我們這麼年輕的時候看到你們有多害怕 我們這樣服了好不好 可是他們都不緊張耶 這一點陌生的叔叔貝貝 然後一直這樣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真的覺得大小姐很厲害 他們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在看到主人的演戲啊 然後很多的台語 我們都非常成熟 確實是 像剛才我聽到他們的 今天的歌叫Follow Me 好可愛唷 好可愛唷 而且我們整個太多人都會唱歌了耶 好厲害唷 我們家裡的朋友都會唱歌 真的呀 而且 有這張專輯裡面 其中的叫做愛心大舞弦裡面有 我們的那裡 還有生牌 好 所以現在多的朋友一起來唱唱跳跳 所以今天SVP來到現場 除了送上禮物之外 就像你們說的一樣 要給他們加油打氣 然後之後可能的工作 不管怎麼樣大的場面 都可以有那種power 有那種力量來去完成每個單位的工作 對 好這邊 好 方便的 現在來用身前方上面 好 上 哈哈哈哈